沒有最狂 只有更狂 菲律賓狂人總統杜特蒂 與不驚人 死不休 這次竟然要軍警對他開槍 為了表明他不眷戀總統大衛 大肆放話只要他賴在位置上 違反憲法軍警隨時都可以動手 根據菲律賓憲法規定 總統只能做一任 六年任期結束就不能競選連任 菲律賓政府十六號決議 將要修憲讓總統能夠連任 卻被外界懷疑是為了 杜特蒂鋪路 讓菲律賓能夠度過改制 轉型的過渡期 為了避免成為獨裁者 獨特地口出狂言 雖然嚇傻眾人 但從民調居高不下來看 菲律賓的民眾就愛這一位 超直接的領導方式 菲律賓中文報導